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去两年平均是5.4% 但是很多本来应该说 她应该要比这个要强很多 两年过去的平均增长是6.6% 而中国的房地产也在放缓 在所有的各种放缓之下 最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开始在进行政治的新改革 这个改革不一定往更好的方向 但是纯粹是从领导者 他对中国未来方向的选择来做决定 这个叫做共同富裕 也叫做第三次分配 而他开刀的对象 大概都是外界认为是改革开放 最好的几家 从房地产到高科技公司 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开幕 中国全运会本周在西安开幕 这是习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上台后 第三次来到陕西视察 这次除了参加全运会 习近平每次到这个老革命基地 都有清晰的宣传主题 习近平来到位于米芝县城东南的 杨家沟革命旧址 追忆革命历史 缅怀革命先辈丰功伟绩 国共内战期间 毛泽东与周恩来 在杨家沟待了十个多月 指挥解放战争与西北战场 而在上山下乡运动期间 习近平也在大西北山沟待上了七年 特别懂得黄土高原的生存不易 他要求深化党史教育学习 更在中共虽得地位旧旨 端出父亲习仲勋的名言 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要干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追思革命先烈紧抓红色传承 但这在一些人看来 是充满左派的伏笔 对对对对对对对的 我发生了因为 在纽约化的出发 那些人都是中国人对外国禅室的 那时代出发的 我们没有知识到其他国人 or what was it like outside of china the country was in chaos economically the country collapsed you have a leader mao zedong who is slowly losing power and wants to make sure he can secure it so he's trying to energize the youth to revitalize his own campaign and activating the youth against an adversary we lived in a a small apartment when it was allocated according to the ranking of my parents growing up in beijing in the city right it was there was only one color gray the cities were all built on these gray breaks and everyone used to wear in mao suit gray and there was no color and so really this is a country when you know what does socialism mean that is everything is equal and everybody is equal 生于文革的张鑫直到移民香港才知外投世界的缤纷 她当过女工后来留学英国剑桥MBA毕业到华尔街工作 出在中国因缘际会认识了潘石屹两人结婚创业缔造了商业地产龙头 soho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地打造多个地标性的商办建筑 传奇的人生故事更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 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 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corruption is everywhere in China it's really quite widespread pretty much whoever has a power 张鑫也时常政扁时局 成了西方媒体看中国的橱窗 他支持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初所进行的反腐败 而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对中国的民主化也有期待 美国CBS招牌节目60分钟 最近重播一段2013年对张鑫的专访 或许真的太乐观 张鑫没判来民主反而遭文革式的批判 据布施务基金赫石集团计划收购SOHO中国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说赫石已经和SOHO中国接近达成协议 计划以大概30亿美元 即是接合大概超过230亿港元 收购SOHO中国以托展内地房地产市场 张鑫与潘石屹未曾公开说明 为何要卖掉一手打造的SOHO中国 但分析认为和中国恶化的政治氛围 与着勤的经济政策有关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将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努力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这是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的房市政策 秀到政策转向 让SOHO中国至2014年以来 卖掉超过300亿人民币的地产项目套现 2019年黑石更洽谈私有化收购 却引来网络舆论圈铺天盖地的抨击 只潘石屹夫妇正将资产转移海外 在美中对抗升温之际 两人捐钱给哈佛赞助中国留学生 更被认为看不起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而在官方提出共同富裕 要拿富人三次分配开刀自己 网上更有言论说 别让潘石屹跑了 8月6号 SOHO中国与黑石联合发布公告称 双方收购事项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立案调查 对邀约方根据反垄断法提交申报 中国官方似乎也顺盈了民意 对不构成排除限制竞争的这起收购 进行反垄断的调查 这下退了黑石 9月10号再发公告终止收购邀约 收购中国在香港的股价 隔周开盘重挫百分之三十一 直接躺平了一整周 而近来受中国官方监管波及 引发股价大幅波动的 SOHO中国并非唯一的枯主 科技巨头腾讯至少照两起反垄断调查 即限制青少年网路游戏的警官 让在港上市的股票市值 从今年1月至今 蒸发3900亿美金 而最悲催的是滴滴出行 风光在纽交所上市三天后 照中国网信办以数据安全为由 停止用户注册 APP更直接遭到下架 这让滴滴在美股价一度要斩 更被官方要求 由国有企业入股 以保证网路数据安全 而去年遭官方叫停 高达350亿美金IPO的蚂蚁科技 恐怕面临被拆解的命运 The Financial Times says that this time round China's regulators look as though they want to break up Jack Ma's super app Alipay So the idea would be to get Ant Group which currently manages the payment system to separate out the loans business So there are two units Huabei and Jiebei and those would be completely separated from the rest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lso the company would be required to create an app solely for the loan business The user data would be handed over to a credit scoring JV which would be partly owned by state enterprises 对一家金融或网路企业来说 客户数据往往是最核心的职产 是富豹辛辛苦苦十几年 宅下的成果全归为国有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共同富裕吧 现在生活上还有什么 习近平以反腐运动巩固全力 而明年将是中共二十大换解之年 在打破政治惯例 迈向第三个五年执政任期之际 共同富裕的口号 足以争取认同升职民心 却是对私有企业市场经济的逆袭 中国的左倾引起很大的注意 它是不是属于阶级斗争式的 还是微调式的 而美国呢 美国也在左倾 不过美国的左倾是比较有制度可依循 Job Biden决定要加税 直接加税的政策里头 比如说最高税率企业 从21%提高到26.5% 虽然比Job Biden原来提出来的28%略低一点点 但整体而言 这些加税让共和党批评它 是摧毁美国企业的产业竞争力 但如果我们回顾 美国民主党在这次初选的过程 不是大选 是初选的过程 当时Warren跟Sanders 两个人加起来的票 就超过民主党的一半 远远超过Job Biden的支持度 所以民主党的左倾 本来就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除了川普 或是除了拜登当选之外 另外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情 美国的基尼细数 就是贫富差距的数字 跟中国几乎都是40 中国要共同富裕 当然它用的是 没有法律原法的规则方式 而美国的方法 是在国会通过加税 全球好几个国家 现在都有左倾的倾向 穿着印有斗打红字 像富人磕睡的白色洋装 踏上全美名流云集的纽约慈善 蜿蜒红毯 民主党激进左派美女议员 扣地兹 以挑衅与会者的出场 荣登当晚话题人物 高度左派色彩的政治动作 正是沿下同党籍拜登政府 对富人的摸刀户惑 以民主党为首的众院岁出入委员会 15号通过2.1兆美金加税草案 为拜登力推的3.5兆美金 设服即气候变迁预算 打响筹措裁员的第一炮 纵使细节与白宫版本有所落差 如年营收预500万美元大企业 适用税率从21%提高至26.5% 而非28% 营税收入预40万美金个人 资本利得税自20%增至25% 不是39.6% 但个人年收40万美金以上 及夫妻合并年收45万美金以上者 中所税适用最高急剧 还是从37%提高到39.6%为止不变 拜登上任至今 切而不舍推动富人税拉高企业税 除了是求兑现选举承诺 也是必须正式新冠疫情爆发一年多来 越发扩大全美贫富差距后 一股弥漫民间的仇富氛围使然 新冠 clip Jeff Bezos paid no tax in 2007 and 2011 while Tesla Elon Musk paid nothing in 2018 according to leaked tax data published by ProPublica that's because their wealth derives not from salaries but from the skyrocketing Value of the assets like stock and property which are not subject to tax until they're sold 今年6月 美国国税局握有的亿万富豪 避税报告意外流出 全美中产阶级假期 于是发现 这辈子打拼赚来的辛苦钱 竟比这些作用金山银山的大企业家 适用更高税率 爆料内容列举2014年到2018年 马斯克财富增加130亿美金 税率不过3% 彭博及贝佐斯不到1% 巴菲特更只有0.1% 股神巴菲特 8月才捐出41亿美金做慈善 却被调侃为避税十足 原来创办波克夏控股公司之后 他靠着压对宝选对股 大比买进诸如可口可乐及苹果 这些数年来 股价翻倍的蓝筹股 令公司股价跟着水涨船高 巴菲特1965年 肩涨破克夏时 股价19块美金 近半世纪过去 已是令人折舌的42万美金 光是个人持股24万张 就有1亿美金身价 却因为长期持有 为实现资本利得 巴菲特所得税率比自己 年薪6万美金的秘书还要低 8月实现太空梦的亚马逊 创办人贝佐斯 2018年被爆出公司营收11亿美金 靠着花式避税一毛未缴在先 新冠疫情大流行 带动居家经济效应 让亚马逊营收暴增 股价狂掉在后 当贝佐斯宣布展开 星际旅行之后 一份多达18万5000人联署 要求他去的太空 就别回地球的请愿书 出现在知名请愿网站上 包括贝佐斯在内 2020年全球前五大富豪总资产 共计暴增2690亿美金 在历经新冠疫情 急速扩大国内贫富差距的一年后 整个美国社会开始发出怒吼 矛头集体对准了市场经济下 既得利益者 富者底企业 而剑靶正是被过去执政者奉为规念 捧在手心的低税政策 使得曾经的民主党温和派 共主拜登 开始向党内左派逐渐靠拢 How is it possible that the wealthiest billionaires in the country can entirely estate paying income tax on what they've made? How is it possible for millionaires and billionaires that can pay a lower rate of tax than teachers, firefighters, or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Here's the simple truth For a long time, this economy has worked great for those at the very top In our country today, the people on top, the 1% large corporations are doing extremely well And what we are seeing is that in any given year you have multi-billionaires who are not paying a nickel in federal income taxes That's true for many large profitable corporations So I think what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quite clear on I'm quite clear on Now is the time to demand that the wealthiest people in this country And the largest corporations stop paying their fair share of taxes 事實上拜登之所以力推租税正義 本就是他或民主黨總統提名後 為尋求大選選票最大值 與黨內初選勁敵參議員桑德斯 共同上擬出的未來執政方針 儘管相較桑德斯的激進極左財富重新分配 拜登的稅改內容已稀釋十多 但藉由加稅提升聯邦政府主導地位 實現社會正義和縮小貧富差距等自由派 裡面仍舊大方向一致 2008年爆發金融海嘯後 解決美國貧富差距全額 成為民主黨及左派經濟學家的理想目標 我爸媽任內便曾喊過課徵富人稅 但在共和黨阻擾下失敗收場 新冠疫情發生又一次擴大便宜與富的距離 為政府加稅富人及企業增添了合理性 曾在金融海嘯後提出富人獨吞經濟論點 引發全球中產階級共鳴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家皮凱迪 去年接受美媒採訪時 便呼籲各國政府何不趁此當頭揮刀 解決經濟不平的現象 拜登顯然還想靠他的完全執政優勢 議員民主黨未經之治 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以後 全世界每個國家都出現了政治型的地震 這些政治型的地震呢 有的國家就是更左傾 有的國家是更右傾 但不管是左傾還有右傾 都加入了一個東西 就是國家民族主義 其中英國的脫歐是最大的一個代表作 英國脫歐當時最重要的核心因素 除了要脫離歐盟之外 就是反移民 他說你們搶走了我們的工作 你不知道過去的英國有多麼美好 現在英國開始面對脫歐之後 真實的劇情 真實的劇情是英國欠缺貨車司機 他們短缺勞工 沒有外來的移民 貨車司機不夠 沒有貨車司機 超級市場上的食物不夠 加上空空 難以想像這是今年夏天 英國解封之後 社交媒體和新聞報導最常出現的畫面 空蕩蕩的超市貨架 和越來越多取消菜單 甚至關門大吉的速食連鎖店 45個餐廳的餐廳 都被遭遇了 延遇了 後患了鴨鴨 KFC也報告了 貨車司機問題 有可能的食物改變 但真正造成超市庫存短缺 和連鎖店停業的 是運送貨物的卡車司機 根據英國公路運輸協會的統計 目前短缺的貨車司機人數 高達10萬人 工業一直都說 那些車司機的車司機 現在的供應鏡已經破壞了 超市市場的車司機 可能要在夏天空開了 一些車司機的車司機 在疫情時期間 發現自己無法回到英國 因為新移民法規定 約14,000英國的車司機 在英國年來年到2020年 而在工業上 只有600人的車司機 會回到一年後 如果大部分的歐洲司機 沒有回到英國 並不是因為疫情 而是因為Brexit 因為貨車司機 被認為是廉價勞工 不在英國政府脫歐之後的 移民清單上 政府是在專注於 訓練到外國人 而不是在 駕駛車司機上 而是在技術上 讓這些英國工作人員 回到工作簽證 我們會訓練到外國人 這就是英國的民眾 但是培訓英國本土司機 需要時間 無法解決當前迫切的 供應鏈問題 並且工時長 薪資低的貨車司機 對於英國年輕人 也缺乏吸引力 許多貨運公司 不得不主動調高薪資 平均整幅 高達7%到10% 英國80%的食物 都必須從歐洲進口 貨車司機短缺 預告了可能的物價上漲 而且嚴重短缺的 不只是貨車司機而已 還包括屠夫 肉類加工者 和水果採摘者的短缺 也衝擊了農業 和食品加工業 各個行業都面臨的勞工短缺 影響了英國疫情後的經濟復甦 2020年的聖誕夜 英國首相強森 曾經高舉這脫歐協議 聲稱這是他送給大家的聖誕禮物 2021年聖誕節 英國人恐怕要面對的是 各大商店 聖誕禮物和大餐食材的短缺 導致物資和勞工短缺的疫情 和脫歐 都是同一位 處理英國疫情危機的舵手 和主導英國脫歐的推手 首相強森在上週再出其招 推出了號稱是英國 歷史性的改革 從明天開始 我們會建立一個新的 英國的1.25% 健康和社交職責任 没有人忘记 这辆鼓吹脱欧的红色巴士 卸着英国每周交给欧盟3.5亿英镑 让我们把3.5亿英镑用在NHS 推翻了自己最具代表性的竞选承诺 强森在上周宣布将提高 税收来为补助英国的医疗系统的新计划 预计将征收140亿欧元来补助公立医院 在疫情之后困难的经济复苏中 在越来越多脱欧效应的抱怨声中 强森只能用更高的分贝来反驳 增加税收将在三年内筹集360亿英镑 将用于改善NHS系统长年积压的问题 如果NHS在脱欧之前就被认为 需要回收留欧的预算作为补助 在疫情之后加码投资 重整NHS系统 的确是英国上下的共识 但是不但没有受益于脱欧回收的预算 而是以新的税收来补贴 但如果花了407亿多亿多亿 来支援生命和生命之后 在疫情之后 从贷款到疫情之后 我说我们可以赔给这个回復 无法接受责任的决策 但责任的决策 我们如何制裁它 作为继续更新的投资 在健康和社会 它会无法接受责任的货币 高的购买和高的费 疫情讓所有政府都面臨了預算透支 但是英鎊終究不是美元印鈔機 脫歐之後的英國也無法受惠於 歐盟革命性共同舉債的紓困基金 違背承諾增加稅收 雖然是一步險棋 但恐怕也是強森唯一的一步棋 記得 journalist川 Tod Glenn 他先生銘做過一筆 由美國 läach成是鋼鐵兄弟的英國 在阿富汗撫軍中的可不至旅 而正 République 會先造成的智慧 被表示強森政府 不善為勝出 總而卻我們為了一個公議 外交大臣拉布曾在強森感染新冠的住院期間 代替強森一肩扛起代理首相的重擔 但是他在塔利班進入喀布爾期間 在希臘克里特島度假 並且拒絕提前削架回國 而引發了嚴厲的抨擊 復背受敵的強森終於在9月15日宣布內閣改組 拉布改任司法大臣兼副首相 但某種程度上算是剝奪了拉布的實權 接壤外交的是原任國際貿易大臣特拉斯 內閣改組能不能挽救強森的身世 稍微可知 但是這個新內閣將是強森 在11月初將要領軍主持 格拉斯哥氣候大會的新團隊 目前全球仍然有數十億人 尚未接受疫苗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疫情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不是幾個月 可能還會有幾年左右 在這個情況裡頭 一個國家該採取 去面對疫情什麼樣的態度 中國是零容忍 最近福建有四十多案例 廈門是十幾例 結果廈門就全部封城 這當然會重傷中國的經濟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看到 中國受到Delta的影響 經濟在放緩 而新加坡看到未來 整體全球仍然有數十億人 沒有施展疫苗 新加坡採取的策略 除了不斷地提高它的接種率 已經破了八成 快要兩劑都是破了八成 而且很可能最後要達到九成之外 新加坡採取了一系列策略 包括測廢水等等 他們決定與病毒共存 請看我們來看這兩個國家 對於面對未來疫情 所採取的策略比較 7月20號從機場引爆Delta 疫情的南京才剛剛宣布清零 未料中國南方的福建省 9月10號又被Delta病毒入侵 三天 三地 一所小學 一間工廠 超過229人確診 疑似源頭感染者林某某為入境人員 在完成總計21天的集中隔離之後 8月26號轉入7天居家健康監測 而發現首個病例則已經是9月10號 林姓男子回國37天後 隔離21天期間 9次核酸檢測都成陰性 卻在9月10號有因轉陽 而他在協勝協廠工作的妻子 和就讀小學的兒子 也先後確診 小孩子今天還挺活潑 精神狀態會好一些 這是疫情首次在中國校園內爆發 截至9月13號 莆田市共有8間學校 確診學生36人 年齡從9歲到12歲 10歲以下的兒童有30人 這一次當局依舊採取去年 成功的標準防疫模式 中高風險區域封閉管理 全民核酸檢測 中國協都莆田市因此按下了暫停鍵 數據顯示 莆田市協業企業超過了4200家 從業人員多達50多萬人 一年可以生產12億雙鞋 年產池超過了千億人民幣 疫情爆發後 工廠全面停擺 訂單陸續被取消 出口訂單是很多 但是貨多出不了 我們是從下面海關出口 要拉貨櫃到線油 你像貨櫃都進不來也出不去 貨全部壓儲很多 你看都擺在走到外面來的 訂單肯定取消一部分 如果都是這樣長期下去一個月的話 工廠可能很不好做下去 這樣嚴格的清零戰術 在變異病毒面前 也引發了有效性 與可持續性的質疑 正如分析師所言 中國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的八月份 零售成長放緩至百分之二點五 遠低於預期 即使今年成為了中國四年 舉辦一次的全運會主辦城市 十三朝古都的西安 許多中小店家都還沒走出疫情的打擊 以前的話人買的就可能是一次 可能會買七八十五六十的 現在可能就 基本的生活需求吧 可能就買上消費上十幾塊 二三十塊這樣的 整個消費水準下 以前基本上經常喝酒 但也不喝了 因為沒錢呀 英國牛津大學流行病學教授 陳真銘接受BBC採訪時指出 去年面對突發的傳染病事件 病毒擴散廣 加上對疫情不了解 又缺乏疫苗 中國這種不惜一切代價的做法 在初期是可行的 然而現在 中國的新冠疫苗接種 已經突破了二十億劑次 並有超過九億人完成兩期接種 相關政策勢必得做出調整 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新加坡為例 二零二零年 經濟創下了有史以來最大衰退 GDP萎縮了百分之五點八 如今完整疫苗接種率突破了八成 才得以開展充滿韌性的抗疫之路 看來不會死人就可以了 打到半春以前那種感冒 上風感冒這樣 就是覺得好像那個案例上得特別快 不過後來冷靜一下想一想 其實重點還是那個重症的數字 還有那個死亡的數字 從宣布放棄清零政策一個月來 新加坡的確診人數大幅攀升 甚至突破了八百例 台大公衛學院教授詹長全認為 這是新冠病毒流感化的必經之路 那現在新加坡的做法是 這個再怎麼嚴格都會有漏洞 說我必須承認我要忍受一些傳染 但是我要讓進加護病房的很少 進了加護病房不會死掉 然後這要怎麼做 就是一直打疫苗 所以他們現在打到的時候 想說那高齡的 只要一個人我知道 讓他同意到他家裡去幫他 叫登門 登門注射 所以這個東西 他沒打的 因為他的死亡率很高 為了因應Delta疫情 新加坡也是亞洲首個 為長者施打第三劑加強針的國家 而中國仍在研究階段 放棄清零目標的除了新加坡 包括英國 澳洲 紐西蘭等國 也該以長期和低強度的模式 來應對疫情 尋求與病毒共存 有專家指出 這些抗疫計畫反映 各國政府認為 新冠病毒不會一下子就消失 而是會像流感一樣 成為一種常見的呼吸道疾病 他們無意再以封城這樣嚴格的措施 來控制疫情 儘管中國也有頂級的衛生專家 建議說應該考慮學會與病毒共存 但這種說法很快就在社交媒體上 遭到刪除並被反駁 根據官方媒體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還要求 地方政府自我檢查 在控制疫情方面是否做得足夠到位 CNN報導指出 中國嚴格的清零政策頗有幾分證明其威權政治制度的優越性 雖然中國經濟在二零二零年的第一季度 萎縮了百分之六點八 但在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就增長了創紀錄的百分之十八點三 相比之下同季度歐元區經濟萎縮了百分之零點六 英國經濟萎縮了百分之一點五 牛津大學流行病學教授陳真明說 中國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一個成功的受害者 大家的預期很高 目標是清零 希望把防疫做得很漂亮 但也因為成績做得太漂亮 一旦出現散伐個案 哪怕是在一百例的感染以下 官民之間也都是草木皆兵 不過也有分析認為 在二零二三年北京冬季奧運會 以及五年一次的二十大登場之前 中國依然有理由維持這樣嚴格的心靈防疫措施 今天是9月19號 9月26號 德國即將舉行選舉 也結束了梅克爾16年的任期 北溪二號也在這個時刻由俄羅斯宣佈完工 這代表什麼 這可能是梅克爾任期裡頭 除了敘利亞難民的收容計劃之外 第二個最重要的政績 因為德國需要廢核 德國要解決所有的煤炭火力發電廠要關閉 而在這個時刻 能源從哪裡來 梅克爾採取了務實主義 他不在乎所謂烏克蘭事件引發的 北約和俄羅斯之間的衝突 不在乎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 他知道他需要俄羅斯的天然氣 北溪二號 他不顧美國的各種警告 跟制裁 直接宣布和俄羅斯持續計劃 現在已經完工 而就在他下台的時刻 這是梅克爾卸任前交出的最重要能源成績單 一條沿繞俄羅斯 烏克蘭 德國的天然氣管 他解決了德國關掉煤炭火力電廠和核電廠的承諾 但卻擁有穩定的能源供應需求 廢煤炭 廢核 不是空白支票 也不是叫囂型的口號 他凸顯了德國總理梅克爾堅持的 德國外交主體性 德國的外交不是以美國利益為主 而是德國的未來 北溪二號每年將輸送550億立方米天然氣 完工後 將不再繞到烏克蘭 直接經由布羅的海 為德國提供40%的天然氣 將使德國成為俄羅斯最大的貿易夥伴 北溪二號希望在年底前投入使用 在2022全面廢核 與2038去煤炭之前 德國需要靠北溪二號來完成能源轉型 波蘭是除了烏克蘭之外的另一個北溪受災戶 因此在北溪二號宣布完工之後 9月11日 梅克爾就到了華沙 不論是在莫斯科 基輔還是華沙 梅克爾不厭其煩的重複相同的承諾 梅克爾外交上的告別之旅 事實上是一趟沿著被北溪二號所取代國家的安撫與補救之旅 子日方有限於使用的風格 我們考慮得有億億億億億億億的人 即年到近年會能夠買到 華沙 最重要的上級 和 最重要的真正就 克林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也呼籲 要盡快讓北溪二號開始營運 並稱各方都能從中獲利 即使北溪二號還得管下 但距離開始輸送天然氣還有一段長路 It's down to Germany's regulator to give the green light she says But that can't happen overnight Certification and completion of all paperwork is expected to take up to four months Ukraine stands to lose billions in transit fees If Moscow switches all supplies to Nord Stream 2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says Kiev needs to show goodwill if it wants to avoid that fate 正式啟用之前還有三個重要的關卡 首先需要清潔海上管道以及安檢 確認是否存在洩漏和其他潛在問題 這個步驟被稱為御條式 其次是在灌注天然氣前 必須從獨立的國際認證機構取得安全證書 才能過關 而美國國務院最新的制裁報告中指出 從2021年5月到8月 沒有任何公司敢於進行御條式活動 或提供安全證證服務 拜登在今年6月份出訪歐洲 新的外交權衡之下 優先選擇了與德國的盟邦關係 而決定放棄對北溪二號的制裁 這個對話重複了十數次 從任命提名 第二三五號到第二四一號 從317號到320號 一共有十多位拜登政府的駐外使節任命 遭到杯葛 而根據華爾街日報9月14日的報導 美國參議院資深共和黨人進一步威脅 將無限期推遲財政部五名官員的提名 直到所有北溪二號相關公司 都被列入制裁黑名單為止 意大利上個季度的電費上漲了20% 西班牙2021上半年的電價上漲了兩倍 全歐飆升的能源價格正在轉化成 疫情後衝擊民生經濟的壓力 電價上漲除了是高油價和歐洲電力市場的 結構性問題之外 歐盟表示其餘原因是天然氣供應不足 而隨著秋冬季節的到來 歐洲對於天然氣的需求將更為迫切 北溪二號啟動營運的最後一步 是德國的能源監管機構的營運批准 德國政府也證實 北溪二號已於六月十一日提交了申請文件 這是9月12日德國大選三位候選人的第二場電視辯論 所有外交與國際局勢的討論直線被曰 目前的能源高價和低量的天然氣庫存 恐將在冬季前威脅到德國的能源供應 然而關乎德國能源轉型於外交策略的北溪二號 卻根本沒有出現在這場辯論裡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透過發言人表示 無論在這條管線完成前後 甚至到天然氣開始輸送時 烏克蘭都會反對這個政治性的計劃 但是除了和拜登會面的合照之外 烏克蘭還有什麼籌碼呢 普丁可以高枕無憂的安心隔離 北溪二號終於完工了 今年7月美國和德國達成妥協 北溪二號工程可以繼續的前提 是俄羅斯不能以此作為武器 否則德美兩國將採取制裁措施 承諾致力推動2024年烏克蘭續約的梅克爾 離卸任剩下不到10天 2024的美國總統還不知道是誰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 2024的俄羅斯強人 除了普丁還是普丁 謝謝你說看今天文謙的世界之霸 文謙的世界財經之霸 我們下禮拜見 拜拜 可以看見 我在這片子上 在這片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